現在就用這種寫法 就可以把基本的知識傳遞給大家知道 這樣子它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說故事的方法 但是它可能是一個很快可以讓別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方法 所以其實就是說我們在做公民記者 在我們很有限的時間裡面就是 其實還是可以認識一下這種方法 那像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在之前有一陣子那個維基簡易很重 就是裡面也有很多關於台灣的維基簡易 然後呢又在網路上我看到有環保可能去挖出那些 一堆維基簡易裡面跟環保有關 然後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些出來 把它翻一出來 那維基簡易一份 每一份文件呢都是一個電報 然後那個電報也是 其實如果你們有去看電報 它大概也是這樣子的格式 就是重點都會先放在前面 然後後面再把那個 第一段講到東西一個一個往下補充 那可以看到其實就是可以印證說 那個電報的內容 跟新聞寫作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都是為了很簡單的功能 就是傳遞事情 告訴別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不一定 我剛才有講就是說 其實說布式有很多種方式 並不一定都是倒極之踏實 如果我們有時間慢慢想的話 慢慢想的話其實 當然還是有很多這種可能性的寫法 那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是我們同事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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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西電溪啊 2011年的時候 新電溪有一個議題 就是說當時縣政府在那邊 新北市政府在那邊規劃 要蓋一個像壁壇 人工的壁壇 在忠永和旁邊的新電溪 然後那個地方 他想要把它弄成一個 蓋人工岩體來弄成一個壺 人工壺 然後那個工程名稱叫秀郎岩 那 通報團體就找一些人去 探查這個開發的地方 然後去看看新電溪的水文 然後想要告訴大家說 新電溪的水文如何如何 然後我們用能動的方式去 去有可能錄 那他就是寫的很 不到三角形 就是他也 他其實就是他在 時間比較充分的情況下 他就變成比較是 比較改新的地方 他的過去 他就變成用先回溯力 新電溪過去如何如何 然後再來講他的現在 如何如何 然後再來講說他的未來 如何如何 然後這樣子 他是用這個 這是用時間系列來呈現 他可能的演變 然後再透過這個時間的演變 來陳述說 這裡面有人為的介入 人為介入如何 對新電溪造成如何的影響 那這樣的故事呢 如果說讀者有時間慢慢看 他當然就是 有點引人入聖的味道 有點時光 順著時光機這樣子 認識新電溪的味道 但是如果是你在新聞訊息裡面 我會覺得說 誒 讀者可能還沒有看完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先跳走 所以我就先幫他 就幫他加了第一段 第一 頭兩段 就是 把事情到底是什麼 就先講清楚 新北市政府規劃 新電溪秀朗橋的下游 新建秀朗年 宣稱要連結碧壇景區 照水岸觀光山區 商機 然後但是多個民間團體 表達疑慮 直接用水泥河 河霸截斷台北母親河 違反世界潮流 就是 你或許 可以用你自己的筆法 去講一個故事 但是如果說 你要把它當作一個 新的東西 你還是要在最前面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事情的心在哪裡 所以 這是一個參考 好 那剛剛講到說 我們寫新聞 畢竟就是寫事實 然後 這 最低限度 要讓讀者認為 彼此在寫事實 那怎麼讓人家幸福 你寫的東西是事實 就是 一個當然就是 你的現場觀察 然後再來就是 有具體的短數 或是引用 並且 所有的引用 所有的 並不是你親自研究 不是你親自 調查 不是你親自去 聽到 看到的東西 都要把它 註明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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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明來用很多種 有時候我們只是 我們有時候 會在報導中 引用別人的報導 比如說我們看到 今天 核四公投 譬如說你 你有個朋友 剛好是 很知名人士 你會看到說 今天 關於核四公投 某某知名人士 他提出什麼什麼看法 那像我的話 比較容易知道的是 某某環保團體 他提出什麼什麼看法 但是如果說 我想要讓我的新聞 更完整一點 當然我就要去 在整個故事的 原則裡面 也要交代官方 他為什麼要提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那個 立法部門 他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如何 那 我知道我的新聞 會有這些東西更完整 但是我又沒有 我是公民記者 我又沒有時間去訪問他們 那我就是用引述的方式 就是有其他組的媒體影響 有公共電視 或是有中國時報 他會去訪問江儀化 他會去訪問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委這些 那這些東西 如果我想要讓我的故事 更完整一點 我就是都會把它寫進來 但是寫進來 我就是必須很負責任的去註明說 這些東西是聯合報的報導 是什麼報的報導 這樣子 讓你的東西 讓一方面就是 讓讀者很清楚 這個訊息的責任 溫責 然後再來就是 也很清楚的 標 也很負責任的標註 這些訊息的來歷是什麼 當 當後續有人要研究這些訊息的 真實性啊 或是他的可信度 或是說他研究這些 研究這個事情的演變 他就可以很清楚的追溯到訊息的 根據訊息的來源 去建構比較完整的 比較接近事實的 這個 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 這個事情的原貌 好 大概是這樣 其他就沒有太多人 就先不講 那這幾個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報導的方式有很多種 是我們 應該說報導的機會有很多種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要去講那些社會 國家大事 才需要到我們 就是很多發生在我們周邊的 小事情其實也很值得 各位去把它傳遞出來 比如說你只是參加一個研討會 會議的報導 你也可以 你參加一個研討會 或是一個座談會 你可以去 你可能 你可能有興趣去把它寫出來 讓你也知道 但是你就要想到說 你有限的時間 記憶上不可能做完整的會議記錄 那你就要把它想成 你是在寫個新聞 那你就在寫新聞的話 你就是有一些取捨 什麼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它寫在最前面 然後後面是哪些次重要的 你可以去寫 你就不需要去想說 你要做一個很完整的東西 畢竟就是 真的每個人精力有限 那這是分享會 分享會你也可以很簡單 就是講 講說這個分享會的特色 比如說是名人對談 劉克香還蠻有名的 就可以把它放在標題裡面 一開始人家就會知道 因為是名人 所以他會去特別注意到 你寫這個東西的內容 然後 或是你沒有 沒有想要寫成新聞 當然可以寫成 比較感性的文章 或是 比較你人的 趣味性的文章 那或者是 你只是 看到 看到有趣的新聞 英文新聞 你也可以用 用你知道的新聞寫作方式去把它 在意出來 這些都可以做 那如果說你是某個領域的 比如說屬林 他是比較接近公共衛生領域 那你看到 某些外店 是跟你的領域有關係 你也可以再做延伸 除了翻譯之外 你可以訪問一下 你知道的這個領域的學者 他們如何看待這個消息 這些都可以 或是你也可以做 簡短的討論 或是身邊有些例子 像這個 這個報道者 他其實是 台大環境教育所的同學 然後他就是 他同學 他做的一個 一個工作 是 他負責把 花婆的一個遠東 環深方舟 帶回馬來西亞去重新組裝 就是 要去傳承 一些環境教育的理念 他們是用教案的觀點來看待說 這個東西在台灣有發揮一些環境教育的作用 然後他們 花婆以後 這個東西沒有地方放 然後他們就把它帶回馬來西亞之類的 就是 當你發現 身邊有一些 朋友 做一些不錯的事情 其實也是可以寫 雖然不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 OK 最後這個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雖然我們 獨立媒體是小網站 但是以我們自己的經驗 還是很多人會去上來查 譬如說 環境資訊中心網站 在這個 說服事頓裡面呢 有 一千多筆 列入 參考文獻 然後 這是一些數據 只是告訴大家說 還是會有很多人去引用 你們做的獨立報道 大概是這樣 那大家還有 大家有沒有問題 先簡單的講一些 基本的 就是獨立報道 它需要公平報道 還是就是 主要寫成自己 人類一方面 因為我看有一些 王室說 他會鼓勞我 那他的 因為他的意義 都比較敏感 然後他 他都比較寫天 勞工 或是比較中低階層 對方面 他就 比較沒有平衡報道 也不是說沒有平衡 就比較沒有寫到 官方的說法或什麼 那所以 就是主義記者是 不需要 平衡報道 其實 在 在那個報道的部分 應該是說 我們繼續看我們的 我們的用意 跟我們 做這件事情的 最基本的 用心 是在什麼地方 因為 就是說 一個東西 一個訊息 它必定包含很多面向 然後 而且是 你不可能 以自己的能力 去把所有的面向都講清楚 即便是當下的事情 在當下 這些面向都很重要 所以就是在 有限的選擇之下 我們只能選擇我們最關心的 那我們做獨立媒體 或是說做 做這個 非商業性的媒體 所以 我們願意做公民記者 最基本的初衷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說 都是想要說 那些商業媒體 不會照顧到的面向 不會看到的聲音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方式 讓別人也看得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那些政府部門的角色 或是開發者的面向 其實他們已經 如果說他們已經有很多管道 已經有很多資源 可以去影響社會大眾 可以去發布的話 其實我們的角色 我們的利器 可能還不需要花費在那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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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